字在生活 大家好 歡迎收看字在生活 我是慧穎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字是海洋的海喔 這個海呢,之所以乘其大 是因為不擇細流接納百川 所以今天我們要學習海這個字以外 海洋的海 海洋的海 也要學習海的胸襟 那台灣是四面環海 在我們的認知裡面 海是僅次於洋的一個水體 然而在古代交通不發達 所以說文解字中說 海就是天池 就是孕育百川的大湖 那這個海呢 聽起來規模好像小了一點 但是這樣的觀念 卻完全顯示在文字演變的過程上 首先看到的是海的經文 它是一個行生字 我們可以看到 是由水跟美兩個部分構成的 那我們接著分開來看 看到的是水的甲骨文 它位於左半邊的這個水 表示海是由水構成的 而右半部的這個美天的美 則是海的升幅 那同時也表示了母親 還有生育的意思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次這個海的經文 在古代的內陸地區 許多人他終其一生 一輩子沒有看過海洋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海呢就是孕育河川的大湖或是大池 那發展到了小鑽這個筆畫變得更為複雜了 但是呢 左邊水右邊美的結構還是沒有變化 那到了楷書 這個水呢寫成簡單的筆畫 也就是只有三點啦 那這個母的部分呢 也有一點點不同 同時呢海的意思也就是在它的規模方面 也跟湖還有池產生區別了 所以海可以說是內陸的大湖 像是青海 它也是地球上緊鄰著大陸而小於洋的水域 例如台灣海峽地中海 而在古文中海也可以指海水 例如漢書曾經記載 主海為言 此外海也引申為聚集在一起的人或是物 像是人海火海 也可以比喻成領域 例如苦海無邊或是雪海無涯 接著快速看一下基本資料 海 喝矮海 部首是水部 總共10話 現在一起來寫一次吧 簡體字跟正體的寫法相同 漢語拼音 海 在古人的觀念中呢 這個海就是地表上面的大池塘 於是呢內陸地區也有許多用海來命名的地方 像是中國的第一大湖就被命名為青海 那青海不只是第一大湖喔 它更是一座內陸的鹹水湖 那處於邊疆地區的這座青海湖 常常也是古典文學中鞭賽師的代表 那不要說古典文學啦 其實呢兒歌裡面也有 大家想想看喔 這個青海星黃河黃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漿 這一類的句子呢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要來研究兒歌 我們要看看唐朝詩人王昌霖的 《從軍巡》 其中一首呢是這樣說的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瀾終不還 在廣大浩瀚的青海湖上空 瀰漫著濃密的長雲 而湖的對岸橫著 年延千里的茫茫雪山 西北邊疆的孤城與玉門關遙遙相望 在滾滾的黃沙中百戰不休的戰士們 就連護身的金甲都已經磨穿 即便如此大家還是誓言 不擊退敵人就不返回家鄉 短短的幾個字在青海旁的沙場 故事就被勾勒出來了 其中呢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瀾終不還 這兩句話堪稱文學史上最有氣勢的句子之一喔 那青海這個內陸大湖也成為了 編賽文學中不可破缺的主題 那除了青海湖以外 在中國其實呢 許多的內陸湖也被稱作為海 大家一定也聽過一句話叫做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林 這個海內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這兩句話是出自於王國的宋杜少府之任蜀州 在這個有著三勤互衛的長安 你將要前往的屬地卻是一片風煙茫茫 我和你都是離鄉遠游 在仕途奔走的游子 此刻的席別之意卻都是相同的 在人世間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即使遠在天涯也好像近在身邊一樣 我們不要在分熟的時候徘徊憂傷 好似那多情的兒女任憑淚水打失一驚 這個王國的文筆非常的感性喔 在他的文筆之下呢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林 就成為所有即將分別的朋友內心的共鳴 那這個海內呢指的就是四海之內 也就是在中國的統治的區域 那同時也可以指天底下 所以呢這首詩也被濃縮成 天涯比林這句稱語 意思就是說雖然遠在天涯 卻好像近在身邊一樣 那其他跟友情有關的用法 還有別的像是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人都親如我的兄弟一樣 這不簡單喔 必須要有一種開闊的胸襟才行 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 那在論語裡面有一句話說 君子近而無失 與人公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意思就是說呢 一個君子應該要怎麼樣呢 他應該要對工作謹慎認真 不出差錯 那和人交往應該怎麼樣 太多要恭敬 和乎禮節 那普天之下 到處都是兄弟啊 其實呢算是一種為人處事的方法 但是不是說要用這個標準去苛求人啦 像是水浮傳裡面也有 還有一句話喔 是楊玲跟戴宗他解救了一名壯漢 那這個壯漢呢就很感謝他們 楊玲就說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有何商呼且請坐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客氣了 大家都是兄弟 沒什麼好計較的 就請坐吧 不過呢這種聽起來豪氣肝雲的話 並非適用於所有的場合喔 像是警察就不能跟罪犯這樣子說 你說是不是 並非放誅四海而皆準 這句話呢是出自於禮記 而橫呼四海放誅後世而無朝夕 推而放誅東海而準 推而放誅西海而準 推而放誅南海而準 推而放誅北海而準 就是說呢這些道理放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人任何世代都適用 擴展到東海西海南海北海 通通都沒有問題 但是說沒有問題問題就來了 你聽過中國有東海有南海 那請問西海跟北海又是從哪裡來的啊 好大家不要慌張喔 原來呢這裡說的西海指的就是 青海湖 那至於北海呢 則有可能是指蘇武牧羊的地方啦 那說了這麼多關於海的例子 我還想到有一部喔 中國最早的神話著作 裡面記錄了很多古代的神話 跟地理還有動植物的故事 還有許多的海外見聞 那當中呢大家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 還包括 包括誇復追日 女蛙補天 還有像後裔設日 好那說到這裡 各位觀眾朋友猜到 這是哪一部仙境古籍了嗎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 別忘記到自在生活 同名粉絲團跟我們互動 告訴大家 這部古籍叫什麼名字呢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自圓其說 忍一時風平浪靜 退一步海闊天空 請小蘭來說這個故事 別走開喔